繼續帶一看我們的獨家報導 桃園有一位爸爸用畫圖來幫女兒簽聯絡簿 有時候是畫上卡通漫畫人物 甚至還會結合時事議題 大玩諧音梗 像是賴清得意的一天 把副總統融合到了知名的葵花油的圖案上了 還引來本贈在底下留言 翻著女兒的聯絡簿 看看小朋友的課堂進度 但休誕幾累 這位爸爸啊 你家長來的簽名會不會太費工了 女兒的聯絡簿成了自己的畫布 林晴峰的無心插六讓她一炮耳紅 臉書粉絲團甚至將近二十萬人 最終更發揮創意大玩諧音梗 像是韓國瑜伽中心 馬英九天選女 郭台鳴謝會顧 還有這個這個賴清得意的一天 甚至引來野生的副總統 在底下超幽默留言 謝謝林爸霸斗之才 熱愛畫畫的新小朋友耳濡木染 更讓粉絲們搶著許願 林爸爸也不忘借機調皮一下 像是迪士尼人物 但中間的小熊維尼 固執臉換成了習大大 唯一彩色的設計 更暗藏獨裁者的寓意 而像是馬簽總統畫出來 還真的是在馬前面的蔡總統 爆紅的聯絡部畫作 也讓不少政治人物邀告 白天市車行的O2到了晚上 則將創意發回在聯絡部 林清風以身作則 希望孩子凡事都能持之以恨 李建民 吳永安 桃園採訪報導